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,2月9号是一年一度的大宝僧节 前生的印度同胞为欢庆战神姆鲁干的生日 并且庆贺他在这一天消灭了魔王苏拉帕曼 而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据说在印度本土已经看不到如此盛大的欢庆仪式了 话不多说,百格现在就让你看看大宝僧节的精彩照片 也一边听听这个节日的典故 所谓的姆鲁干其实就是吉隆坡黑风洞外的这一尊高大耸立的大神将 传说战神姆鲁干是师婆和雪山女神的幼子 夫妇俩在姆鲁干生日的当天送了一只长矛给他 最终让他成功消灭了大魔鬼 此节日流传至今已经也变成像神明表示谢恩或赎罪的日子 但在参与这样一个庄严的庆典之前 虔诚的新度教徒都会严守戒律、禁欲和吃素 才能够在大宝僧节的正日扛起沉重的卡瓦迪 百真穿身、赤脚登山、目拜神明 当然除了皮肉吃苦的祭祀仪式 信徒也可以选择踢头到河边沐浴 刷椰壳来洗净一身的孽障和晦气 祈求神明的赐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